HELLO 大家好 我们看到桌上这一点呢 又知道说是来到了纸胶带的开箱时间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我是有陆续下单的几笔的纸胶带 但现在才有时间来open其中一单呢 那今天我们来开箱的是 我第一次购买的品牌 小星星 B610 我会注意到这个品牌呢 是去年在指给你交代试集的时候 他在他的餐位啊 就排了很长的人龙 那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时间 所以我就把他的品牌名称 罩了一张相片 想说回来再来找 结果这一找呢 真是不得了惊为天人啊 不得了啦 又是个美好的坑啊 所以呢我就观望了一阵子之后呢 在今年的春季还有夏季 购入两拨新品 准备在这浪漫的情努集开箱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 他们的完整样貌 现在来看到的呢 是我第一次下单小行星的商品 它是小行星 还有这个KC Design的合作款 叫做行之声 那这个系列有三款 分别是西系 洒波 还有梦游 它主要是延续色彩的实验 希望可以搭配出更多的不同可能性 那这三款设计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 解合图形 线条 还有点点这些共同风格的元素 不过它呈现出来的风格呢 却是各有不同 相当特别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一款西系好了 西系哈喝西系哈 它的配色是比较直观的 就可以辨识出来的红色黄色蓝色这些原色 那搭配一些曲线 还有不规则的涂样 看起来就比较童趣 也比较活泼 那接下来第二款呢 是这一个 叫做撒脱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设计呢 有很多脱墨的元素哦 那色系看起来就是更加的柔和和自由 那还有很多看起来就是那种 比较奔放的笔触 就跟我一样有有自由 但是有精明的灵魂啊 嗯好 那最后来看到的是这一款梦游 也是这一个系列里面呢 我个人看到最喜欢的作品 它梦游的元素呢 就会让我联想到像是夜晚的云朵啊 带有一点柔和的神秘感 那其中在旁边的月亮 还可以带出夜晚的意象 然后呢搭配这一种粉嫩的渐层色调啊 看起来就是很温柔又很浪漫 紫色很悠 超喜欢紫色 我想这是一场美梦带来的梦游意境 再来要介绍的是我新年夏季购买的新品 这个系列叫做时光荏染 分别叫做方年 韶光 还有苗苗 它们这三卷呢都是雾面材质的PET纸胶带 分别是以底片的胶卷 拍立得 还有幻灯片为主要的叙事主角 那以我们现在这个所处的时代来看啦 我们比较常使用手机来当成记录生活的一个器材 那像这一卷 韶光 它是底片胶卷 这对我来说比较没有那么陌生 因为周围还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在使用底片机拍摄 那像第二卷方年啊 帕立得应该是在我们学生时代很潮的商品 我还记得就是你有送过一台当生日礼物 但是已经不可靠的时候呢 巧克力机 再来看到最后这一卷 苗苗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要追溯到很小的时候 在欣赏一些艺术相关作品啊 可能会看到 那这三卷只交代他们的图像元素 很多都是日常生活可以看见的街景或是天空 还有可能是出门旅游会欣赏到的小花啊 山林和海洋 色彩使用上来看啊 都是比较丰富又饱满的 不过呈现出来的形象啊 其实有活泼也有轻松 但是也有比较那种甜淡 或是具有抽象意境的感觉 这好像就是把生活中的某一个小片刻 凝结在一张图片里面 拿来做成一些书签啊 或是什么slogan宣传小卡 应该都非常有气质 有了这两次令人惊艳的收获之后呢 我想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关注小行星的作品 这次介绍了两种系列啊 它其实给人感觉蛮不一样的 想必还有更多值得买一些的梨桃果 而且这两次下单啊 都可以收到一些很有趣的小礼物 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会有 哦 这是可爱的迷你橡皮框啊 是幻灯片啊 然后还有像是这种小小的贴纸 有点复古的风格 还有这种小纸片小纸杖 它都会是拼贴很好用的素材 那这个是早期的一些 不算早期 它就是一些CD片 卡带 3.5磁碟 哇哦 使带眼泪啊 哦 所以我们这一次收到了蛮多 有点倾向复古风格的搭配素材呢 大家再来看这一份 它还附赠了这个地球仪的小贴纸 哦 这边还有耶 贴纸 贴纸和贴纸 对 然后全部都是一些 拍立得的风景照片 我觉得如果单独把它剪下来 也是很漂亮的 可以拿来做运用 这边还有圆形的圆标贴纸 它就是有在搭配 你这一次购买的商品哦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贴心耶 这些设计 太厉害 开箱结束 我把这六卷里面 我最喜欢的梦游 拿出来试着拼贴看看 那上面这部分呢 我是拣选比较深色的紫色系 然后再逐渐往下过渡到珊瑚色黄色系 我自己感觉效果是还算不错的 那这件纸胶带 其实带有白墨打底的 那我就想说 那贴在深色的纸张上面 应该也很OK 那这张就没有特别区分 哪里是什么色系 但我觉得看起来 就更有那种深夜的梦游感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看是要用白底 或是深色底都很适合 好 你在你的头上吗 你在我的头上 我的鼻头也可以 你在鼻头上 Yeah 还有什么是有年代感的 有什么是有年代感的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是什么 CD唱盘 卡带 三定词年 说个有年代感的事物吧 年代 今天的小行星只交代美貨有沒有讓人感到相當驚豔呢 之後的新貨開箱也請大家多多關注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我們的IG或是頻道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Don't start 定贊分小小鈴鐺按下去 它就會在每個星期天想起 那掰掰